修正 HP LaserJet MFP M232、 M237、 M2321、 M2371 印表機系列上的禁止問題。 若印表機在列印工作期間為取止或禁止, 則印表機可能存在禁止問題。 在印表機控制面板上, 將會顯示錯誤代碼 01 或錯誤代碼 03。 禁止問題可能是因為使用撕裂、 髒污、捲曲、 皺褶或彎曲的紙張所導致。 請使用符合印表機規格的全新、 乾淨和高品質的紙張。 在印表機的正面,提起禁止匣護蓋。 取出禁止匣中的紙張。 檢查取出的紙張,然後取出任何彎曲、 皺褶、 撕裂或不同尺寸或類型的紙張。 彎折紙疊,然後在平面上輕敲紙疊來對齊腳。 在禁止匣中,最多放入 150 張普通紙, 且紙張的列印面朝上。 滑入紙張寬度導板,直到碰到紙疊為止。 放下禁止匣護蓋。 在印表機控制面板上, 按下恢復按鈕以繼續列印工作。 如果您仍然收到錯誤訊息, 請繼續下一步。 根據設定,即使禁止匣中已放入紙張。 印表機可能也會顯示 紙張用近或紙匣為空錯誤訊息。 在您的電腦上,開啟您要嘗試列印的文件, 然後按一下檔案。 按一下列印。 根據軟體程式,按一下印表機內容、 選項、印表機設定、印表機或喜好設定。 在紙張品質索引標籤下, 開啟紙張類型下拉式功能表,並選取紙張類型。 開啟紙張大小下拉式功能表,並選取紙張大小。 開啟列印品質下拉式功能表,並選取您慣用的列印品質。 按一下確定以套用設定,然後按一下列印。 如果問題繼續存在,且您仍然收到錯誤訊息, 請繼續下一步。 即使沒有禁止問題,重設印表機也可能有助於清除錯誤。 在開啟印表機電源的情況下,拔下電源線。 從電源,拔下電源線的另一端。 等候至少60秒。 將電源線插回電源。 HP 建議您使用牆壁插座以取得最佳結果。 將電源線的另一端重新連線至印表機。 印表機應該會自動開啟電源。 如果沒有開啟,則按下電源按鈕, 重新嘗試列印文件。 如果問題繼續存在, 請您仍然收到錯誤訊息。 請繼續下一步。 使用自動工具來清潔印表機內的 禁止與取止滾筒。 在您的電腦或行動裝置上開啟 HP Smart 並選取您的印表機。 按一下進階設定。 按一下系統索引標籤。 若您尚未登入,請按一下確定。 Windows 安全性方塊隨即開啟。 使用名稱是 Admin。 您可以在碳粉匣存取區域的 標籤上找到密碼。 提起印表機碳粉匣擋門,以查看標籤。 輸入您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然後按一下確定。 按一下左側功能表中的服務。 在熱凝器清潔模式區域中, 按一下開始以開始清潔程序。 等待清潔程序完成。 重新嘗試列印文件。 如果問題繼續存在, 請您仍然收到錯誤訊息。 請繼續下一步。 取止滾筒上的灰塵與碎屑 可能導致取止和禁止問題。 若要清潔滾筒, 請準備好無棉絮布料以及蒸餾水或過濾水。 按下電源按鈕。 以關閉印表機電源。 拔下印表機背面的電源線。 取下紙匣護蓋並取出進紙匣中所有鬆散的紙張。 用雙手旋轉印表機將其側放, 以便您可以接觸到底部。 滑動用於固定存取面板的藍色卡榫。 移除存取面板。 用水沾濕布料然後擠壓, 去除除多餘的水分。 用此布料清潔取紙滾筒以去除任何積灰或碎屑。 徹底清潔整個滾筒。 將滾筒乾燥10分鐘。 對準並插入存取面板。 滑動並鬆開藍色卡榫,將面板鎖定到位。 用雙手將印表機旋轉到正常直立的位置。 重新連接電源線。 按下電源按鈕,開啟印表機電源。 將紙張放入進紙匣,並調整紙張導板。 在進紙匣上放下紙匣護蓋, 然後向前推動直到其卡入定位為止。 重新嘗試列印文件。 如果控制面板上仍然有錯誤訊息, 請繼續下一步。 如果問題繼續存在, 請將印表機送修與HP聯絡, 以了解服務和保固選項。 分享給我的確鍵給你最後一 phys短。 再度進入ficiente perfume quiz, 通常就出現了。